请收看 为心世界 用心看台湾 专民健康保险 山高污染世间沉 上路人心本清净 梦军老祖八旋圈 中华三族的流宝 满眼子孙一万年 各位三信大德 现实同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 为了要确保全民健康 让大家更知道保健身体正确的理念 我们特别邀请台湾最优秀各科专业医食群 来关心大家身体健康的问题 增加健康的专业知识 带给社会 家庭 每个人都能够平安 健康 快乐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皮肤科 林子军林医师 林医师 你好 雅琪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皮肤科林子军林医师 是 说到这个皮肤科 我们今天邀请林医师特别要来谈 就是说眼带 但是既然眼带也在皮肤科里面的手术之一 那我就想更清楚的请我们的林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们的皮肤科里面到底在这种美的这一方面 有哪一些可以为我们很多的患者或是爱美的人来做服务的 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我们刚刚牙琪姐提到这个眼带的治疗 事实上因为皮肤科主要除了治疗皮肤的疾病以外 还有一部分是所谓皮肤医学美容的一个服务 是 那五官部分比如脸上不管是皱纹啊什么等等小细纹啊 是 或是我们现在提到的眼带啊 甚至一些有限的双眼皮啊 原则上都是一个皮肤科医师可以治疗的范畴 那我们早期有一些比如说提到一个玻尿酸 是 玻尿酸有填充有时候可以改善眼带泪沟等等的 那当然比较严重的时候眼带严重的时候 这个的治疗方式事实上是还不够的 是 那所以有时候就会所谓的眼带手术等等的 那有些人不敢做眼带手术 或是说眼带不是很严重的时候 那也可以选择我们考虑这个自体脂肪医治 我们取一些脂肪来补补眼带补补内沟 可以让我们眼睛看起来比较有精神 比较不会看起来疲劳啊或是沧桑的样子 是 是 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皮肤科里面了 哦 医生你好厉害哦 有这么多的都是现代女性啊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男性也很注重外表 他们最喜欢的 是 是 是来门诊人应该很多了 因为来门诊人除了皮肤病的治疗以外 有很多都是爱美的女性 那特别是这几年来医美未为一个风潮的时候 是 大家就会来看譬如打打雷射啦 噗噗噗尿酸或打打肉肚感菌啊 嗯哼 那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像眼带或是双眼皮的时候 这个是比较属于偏向于皮肤科手术的范围 嗯嗯 是 这个就刚刚提到这不是说打打肉肚感菌就可以治疗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提到刚刚 譬如说有些人比较严重的这个眼带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譬如说皮肤外科手术 譬如说要把一些脂肪去掉 或者是需要去修一些皮 等于这属于我们讲的皮肤异圈美容的范畴 哦 是 所以我们提到这个眼带的话 我们一个一个呢让大家跟清楚 譬如说眼带我们知道眼睛就是我们的灵魂痴疮嘛 是 如果说这个我们的眼带这么泡这么大 其实看起来精神不好 就算说你今天睡得很好 可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会发觉说 我怎么今天都睡不后 是 精神重要是怪怪的 有些的眼带奇怪的 又可能是我们眼睛附近 可能维斯血管太多了 又黑黑的 就好像这一坨看到了 明明你就精神很好 可是明明看起来就是不好 这眼带到底在我们皮肤科里面 我们为什么这个眼带会来形成 刚刚亚细姐讲得非常的好 这个眼带的形成 是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关系 我们脸上的皮肤会松弛 再加上我们眼球后 我有一个所谓的脂肪球 脂肪球有时候萎缩 甚至下垂的时候 会整个往前挤 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眼带 所以我们治疗的一个根本方式 就是做一个眼带的外科手术 我们会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皮肤 给修剪掉 那把一些多余的脂肪层 这个把它拿掉 甚至有做一些添补泪沟的动作 是 它的一个手术过程 其实非常的轻松 大概就两个小时左右 那伤口事实上很小 所以藏在这个眼皮下面 大概0.2公分的地方 那这样做完以后 其实可以改善整个眼睛的状况 看起来的眼带改善的 泪沟也不见了 病患看起来也会比较有精神 像我们看到就是说 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整个眼睛都下垂了 皮肤也下垂了 这个我们的眼带都凸出来这么大了 那虽然就是说有些人 他有去做了这个眼带的手术 可是我怎么看到 那眼带的地方是凹进去的 那到底要怎么办 是 所以刚刚亚琪姐问的问题 这个非常的好 事实上眼带手术的治疗方式 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个外科手术以外 还有另外我们提到的 自体脂肪移植 像有些人 他本身就是因为眼带的关系 他整个深邃比较凹陷的时候 看起来就会比较 有黑眼圈的样子 那我们可以利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自体脂肪移植 我们只要从肚子或是大腿区的 一点点的脂肪 譬如说10cc 8cc左右 利用一个微窗的方式 可以填补这个凹陷的眼带 甚至类沟的地方 那就可以有效的改善 他整个黑眼圈凹陷的状况 所以这个 所以刚刚提到出了 传统的一个外科手术以外 我们还可以选择这个 自体脂肪移植的方式 来改善眼带的状况 那再更早期的话 有一些比如说 病患不敢这个手术 然后不敢补脂肪 那就会选择使用这个玻尿酸 玻尿酸一样也可以填补 类沟跟改善眼带 不过这个大概就只限于 这个轻微的眼带 如果说比较严重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考虑 我们讲的一个 微窗的自体脂肪移植 或者说属于一个 皮肤外科手术的方式 把这个眼带 这个手术改善 但是你说的这个自体脂肪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体 自己身体的脂肪 要从哪个地方抽 一般来说自体脂肪移植 它的好处就是 不会像玻尿酸这样子 比如说半年一年就需要再填 对好像那个玻尿酸 它就会消失掉了是不是 是 对 那我们脂肪补上去 一旦稳定或固定以后 它就不会像 就是我们自己的 对 所以我们一般会从这个 比如说大腿 或是肚子的地方 抽一点点脂肪 比如说抽个10cc左右 那这个治疗过程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那病患全程都是清醒的这样子 哦是 所以如果只有补眼带的话 其实大概就从大腿 去一点点脂肪就可以 除非说我们今天补的不只是这个眼带 比如说有些人还想补这个脸颊 补这个夫妻公啊 甚至有些人觉得他的额头太扁 想要补个风额啊 这个额头的地方 甚至下巴啦 B量 是 等等 法定文等等的 这个时候取得比较大量的时候 还是可以从大腿或是肚子抽的脂肪出来 只是说臭的脂肪比较多 大概100cc左右啦 那这个全年都可以使用 所以它不像这个玻尿酸 这个补一补半年一年就要补一次 而且我们其实也找不到这么多的玻尿酸来补 是是是 所以这个就是在 全部都是在我们的皮肤壳里面 是 我们所有的这些为这些 所有的想爱美的人来做服务的 是 但是呢如果说到我们医院来的时候 一定要先做个评估吧 是是 不是第一次来就可以马上做吧 那当然 病患来的话 一定要先评估病患本身的需求 是 还有说我们的手术疾量能不能达到病患符合的程度 比如说病患他眼带的问题 那如果说今天补布尿酸没办法改善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建议他说 那你要不要考虑这个所谓的一个皮肤外科手术 或者说有些人他除了补这个眼带类过以外 他可以顺便补脸 夹补气功等等的 这个都需要经过这个医师跟病患的一个彼此的沟通 可能这些病患来的时候他们可能有需求 那一定要把自己的需求来告诉医生 那医生也要评估 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大家都一样的 可能他皮肤可能有比较过敏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定要做个评估 所以说这个时候 一定要一两次的交谈吧 是我们一定要安排跟这个病患一个充分的时间可以沟通 那了解他的需求 譬如说我们提到 刚刚提到这个自体脂肪医治可以治疗眼带 事实上自体脂肪医治也可以治疗某一部分病患的双眼皮 眼皮下垂 是是是 因为我们随着年纪 有些人双眼窝会开始呈现凹陷的状况 凹陷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他的整个双眼皮就不好看 是 这个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要采取这个 我们讲皮肤外科来治疗他的双眼皮 我们可以补一点点脂肪下去 改善他眼罗凹陷的状况 他的双眼皮就会重新呈现出来 就变得很有精神 所以说其实也不一定就是 腹部得症 有时候是一定要要做一个一定的 他可能看你们的评估 你们知道我们的 像医生知道我们的这个神经的线 怎么走啊 松弛的原因是怎么样 针对原因来做这些改善应该是最好的 如果一位来说我要双眼皮 马上一哥都是双眼皮 其实这个是放摊不放药的 但是知道问题为什么造成松懈了 松弛了 对对 这太棒了 对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像双眼皮 如果说是年轻的女性 比如说15岁或 比如说20岁或25岁左右的话 那有些人是适合用缝了就可以 他不需要采用割的方式 那这是医学美容的需要经由医师的评估 刚刚亚琪姐提到 有些人的眼皮松弛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双眼皮 它会呈现那一双的状况 或者双眼皮不见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采用皮肤外科的方式 来修正一些双眼皮 比如说来重新来把一些皮肤修剪掉 甚至有些人比较泡泡眼 需要取掉一些脂肪等等 那做完之后经过评估 这做完之后会手术比较漂亮 也比较能够达到病患的期待 有一位好朋友大姐 他因为可能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单眼皮 但是现在已经眼睛盖到剩下一个小缝了 那曾经医师有跟他讲说 你这个眼睛可能要来手术一下了 弄一下双眼皮 或者是把一些多余的下坠的地方把它割掉了 因为影响到整个走路 看路都是眼球都被割一半了 像这样的话人多不多 像这样的病患来门诊求诊也不在少数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影响到走路 影响到视线视觉 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有危险 比如说开车或骑摩托车 或走在路上的时候影响到视觉 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这个时候除了我们亚细节 刚刚提到的割双眼皮以外 事实上他还要进去做一个 在眼睛我们做一个 里面有痰痪我们叫做这个体验剪肌 必须要把这个体验剪肌重新把它缩短 或是把它拉起来 让它比较有力 这样子眼睛睁开的时候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医师的评估 经由这个跟医师的评估以外 我们除了割双眼皮以外 我们还要利用手术当中 去调这个我们所谓痪 或是这个体验剪肌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做完之后改善他的整个视觉 这样的效果 不管是走路的啊 骑摩托车开车才会安全 是的 是的 因为视线真的很重要 如果真的是老化松弛到说 影响到我们的视线 像有一些我们说睫毛倒叉 这个也在我们的皮肤壳里面嘛 因为他睫毛我们是上外面长的嘛 他是从里面插进来的 这个已经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线 还有流眼泪 也有人在吗 大有人在吗 像这种睫毛倒叉的状况呢 因为病患有时候反应就是 会流眼泪啦不舒服啦 我们一样也是利用这个双眼皮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手术的过程来修正他的睫毛倒叉 那不管他是上睫毛倒叉还是下睫毛倒叉 都有不同的治疗方式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有些人可以利用缝合的方式改善他的睫毛倒叉 那有些人比较严重呢 可能就要考虑利用手术 比如说割的方式啦 来改善他的睫毛倒叉 这个都在我们皮肤科医学美容的这个范畴里面 所以在我们的皮肤科也包含了很多的医学美容在里面 太棒了 不过有一点问题 我想应该是你的这一些的患者一定会问到 医生我这个不是双眼皮耶 我这个是卧蝉耶 有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卧蝉跟双眼皮有什么不一样 卧蝉跟那个眼带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卧蝉事实上是我们这个下眼皮眼轮杂肌收缩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收缩的一个肌肉 一条就好像一条毛毛虫一样在眼皮下面 所以年轻的时候这个卧蝉看起来非常水汪汪非常漂亮 所以我们东方人特别喜欢女生年轻的女生有这个卧蝉 但是眼带又不一样 眼带是整个这个下眼眶眼眶窝的皮肤的松弛 还有脂肪球的一个萎缩或膨出 它的位置跟卧蝉的位置其实实际上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眼带的位置稍微下面一点 它会沿着这个所谓肋沟的地方下来 这个叫眼带 卧蝉在年轻的时候比较好看 那一样的年纪大的时候卧蝉有时候也会变得松弛 也会比较不好看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利用这个修正眼带的时候 也会顺便把卧蝉修掉一点点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有精神 尽管这些的卧蝉在我们的面向学里面 有人说这个卧蝉拥有卧蝉的人 事业家庭都是非常的顺利 财富也是非常的顺利 但是呢如果以美观来讲的话 真的是有差了一截 尤其是刚刚我们林医师说 年轻的时候这个卧蝉好像很可爱 但是呢真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卧蝉久了以后也要松垮了 就是变成眼带了 这个时候还是要把它修整一下 是是 所以一个眼带 我们在做修整的时候 要花多少时间 事实上刚刚提到眼带修整的方式 有大概有三种左右嘛 那比较这个传统的 或者说比较效果比较好的 这个所谓这个皮肤外科手术 它手术时间大概两个小时 手术过程其实病患都很清醒了 是 我们是打局部麻醉剂 是 那我们会做几个 譬如说把皮肤再修剪掉 那当然要缝合 那把一些脂肪这个取掉 是 甚至我们会说做这个类沟甜品手术 甚至我们做一个外固定 把这个眼眶窝的这个隔膜重新拉紧 这整个手术过程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是 那其次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不想做这种皮肤外科手术 你想做这个 譬如说这个微创的甜脂肪手术 这个时间大概就一个小时左右 那一样手术过程其实人都清醒的 那我们就是从大腿去一点点的脂肪 来补这个眼带或是这个肋沟的地方 是 那其次刚刚提到做更轻微的病患 他不想手术的 只想做这个玻尿酸 其实大概半个小时就治疗结束 是 所以我们提到这个医学美容 就是近十几年来都是已经非常的风行 不管是我们台湾 韩国甚至比较知名的像我现在中国大陆也都是 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要让自己更好看 但是坊间也有很多的这些医学美容的中心 我们知道有时候像刚刚说的 其实技术这一方面还有专业知识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 因为不是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松弛松垮眼带 或者是你想要做其他的这个双眼皮都是每个人来都是一样 这么样的刀一画 开始缝一缝就好了 其实有很多神经的问题我们都是要必须考虑到的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林医师你在皮肤科也相当久的时间了 那在医学美容这一方面应该有特别说到 比如说出国或者是去研究有关于皮肤这个医学美容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 然后再来为大家服务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机构吧 是的 这个医学美容它比较属于这个皮肤科的一个另外一个皮肤外科的范畴 所以我们在做从事这一方面的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都比如说需要出国开会 是 进修或是深造 那了解一下国外最新的状况 医疗技术进步到什么程度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种手术 事实上是需要一点的时间的一个磨练 是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不管出国进修也好 或是说自己研究也好 其实都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进步这样子 真的也要常常出国去揣摩研究还有交流有很多的技术 既然现在像这些医学美容已经是我们比较文明的国家爱美的女性 他们也都是非常地喜欢的 包括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小镇美容嘛 小镇美容像这些的话我们说微创的喔 这些譬如说像肉毒感菌之类的东西啊 肉毒感菌在注射的时候是每个部位都一样吗 肉毒感菌注射的时候必须要由医学来评估适当的剂量 譬如说皱眉蚊啊抬头蚊或鱼蚊蚊 事实上施打剂量是不一样的 那有时候也是要根据病患严重的程度 来考虑施打的调整施打剂量 是 打太多事实上脸部就会呈现比较僵硬的状况 没错 打太少病患了两个礼拜以后就会回来跟你说 林医师效果好像不好的样子是不是要再多打一点 是是是 所以其实去要做评估的 是的 所以应该像这些我们说的这些肉毒感菌 应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吧 如果 一般来讲肉毒感菌的注射因为剂量不会太多 尤其是我们刚提到脸上的皱纹的施打 剂量不会太多 是 所以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是 但是有时候要注意 譬如说有些人会拿这个肉毒感菌素来治疗一些 譬如说瘦小腿等等的 或是说手汗症啊脚汗症等等的 是 这时候就要注意施打的剂量了 施打剂量太多有时候的确就会有危险 哦是 所以您刚刚我们刚提到就糊臭的时候 是 也有可以打这些肉毒感菌 是是 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它的作用就是一直这个双侧一下汗线的分泌 那因为汗线不分泌呢味道就会比较改善 是 所以刚刚提到肉毒感菌素也可以拿来治疗这个手汗症 脚汗症 有些人手太容易流汗 可是他又不想或是不敢去做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神经理的阻断术 但是他又想要改善他的社交或工作状况 我们就利用这个在双手我们在打完全部麻醉的状况下 回来双手帮他施打这个肉毒感菌素 那治疗完之后的确可以改善病患的手的状况 所以我们以前曾经遇到的一个状况啊 就病患事打完之后整个手都改善了 不过刚好他的这个双手掌的末端的地方打的尽量比较少 虽然回来之后整个手掌都干干的不流汗了 结果剩下手指在流泪 手指头在流泪 不是有这么样子吗 那手指头怎么办 还可以再打吗 可以再帮他施打 再两周以后就改善了 所以这个只是要跟大家讲说 施打肉毒感菌素的确可以有效改善病患 手汗症或脚汗症的状况 但它不是长久之际啊 是的大概半年到一年就要试打一次 是是是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说这个医学美容 有很多人去打玻尿酸 玻尿酸可以把你欧触的地方呢 可以把它剥平嘛 但是呢有人就说 哎呦这鼻子我想挺一点 可是我不敢开刀耶 怎么办 我打玻尿酸 听说把它按一按鼻子就高了是不是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鼻子的话它也可以利用玻尿酸 或者我们刚刚稍早提到一个 自体脂肪移植的概念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补自己的这个脂肪 在我们的譬如山根啊 鼻梁的地方 可以吗 可以啊 甚至皱眉纹的地方都可以 让它比较挺一点 改善你鼻子的这个高度 是 那当然你如果不敢做这种治疗的话 其他刚刚提到玻尿酸啊 或是这个微精子 可能都可以考虑 不过还是建议要经由 熟视或是说熟练的医师来评估跟施打 是 这个熟练的医师 具有专业的皮肤科的医师 这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因为呢我们全民健康保健 除了说我们身体健康的问题 请医生来告诉我们大家 怎么样的保健 怎么样的治疗 怎么样的预防之外 像这些瘀血美容呢 现在坊间呢 其实是非常的很多人 很流行又是最爱的 可是选择是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选择很正确的时候 一次没OK 不会留下很多麻烦的事情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些媒体杂志 国内国外 也有很多人出了问题的原因 所以说爱美 你一定要做好最好的选择 是 所以专业医师有什么样 对这些爱美的女性做个建议 还有选择正确的医生 是很重要的 是 我们还是要呼吁观众朋友 在爱美的状况下 一定要跟医师做彻底良好的沟通 那要寻找这个熟练的医师 是 手势的医师 或是比较专精于这些技术的医师 才能达到你本身想要改善 你的美的方面的一个问题 是 所以我们今天呢 虽然比较广泛的谈了一下 我们这些皮肤科 也谈到了这些医学美容的问题 但是呢 因为它实在太夯了 我想就是说 下次如果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还请林医师 因为你是我们中山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皮肤科的专业医师 对这些医学美容 还有整个神经的问题 这些呢 这些都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您找个时间呢 真的来针对这些爱美的女性们 她们对皮肤的问题呢 来多做了解 让她们呢 爱美也要有道理 才不会受到伤害 是的 谢谢雅琪姐 特别是在呼吁这个观众朋友 就是说 在爱美状况下 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需求 那评估自己的状况 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一味的就听房间的一些 包括我们房间有一些美容师 咨询师什么等等 这样跟你解释 还是要经由这个意识正确的跟你沟通 然后评估 给你最好的建议 不要一味的就追求 比如说 一些比较不适当 或是比较不正确的观念 这样子 这样才能达到你本身真正的需求 然后改善你美的这方面的问题 是 选招好的医生呢 我们既然又爱又不会受伤害 那才是我们的选择 今天谢谢我们中生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皮肤科 李医师 谢谢感恩 谢谢你 谢谢雅琪姐 谢谢观众朋友 同时也感谢收看 全民健康保健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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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